俄乌战争第五轮的谈判 已经达成部分的停火协议 但是在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还是遭到俄军的炮击 接下来更多的重点 我们把时间交给真容 好的 早安 从现场持续带您来关心的是 俄乌战士现在已经来到了 第37天了 虽然日前俄乌的第五轮谈判 似乎有达成部分的协议 俄军将会减少基辅 跟乌克兰北部的军事活动 但现在还是猛攻乌东地区 乌克兰的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就遭到俄军的飞弹 击中当地的住宅区的瓦斯管线 当地也发生了多起爆炸 建筑物被烧得焦黑 车子也几乎烧得解体 有成千上万的平民 他们的瓦斯现在是被断线的 面临无瓦斯可用的窘境 而同时间美国的情思 现在也观测到说 俄军开始重新是部署他们的兵力 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就表示说 占领车诺比核电厂的俄军 已经全数离开 而撤离的俄军 现在是前往白俄罗斯的边境 而且还将自2月24号以来 一直挟持的国民警卫队 成员一起带走 其实英国的太阳报 先前就报道说 俄军紧急撤出是因为 在这个核电厂附近的森林 要挖壕沟的时候 受到了辐射感染 发生了急性症状 所以赶紧送到白俄来救治 而现在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 俄罗斯也开始出手反制了 俄罗斯总统普丁3月30号表明说 他已经签署命令 4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 外国要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必须要用卢布来支付 否则合约将会终止 不过对此 德国经济部长表示说 西方盟邦下定决心 不会让俄罗斯的敲诈勒索得逞 而法国的经济部长则说 法德两国正为俄罗斯的天然气 可能的断供做好准备 再靠的是乌克兰总统 德伦斯解持续用演说来救国 31号他向澳洲来国会发表演说 呼吁澳洲要增加乌国的军援 并且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 他说如果现在不对俄国采取行动的话 恐怕会对世界各地的和平构成威胁 是什么最可恥的事 如果我们不停止热乱现在 如果我们不保持热乱 如果我们不保持热乱 的话 有些其他国家的世界 who正在看待 这个相似的战争 对他们的银行 会决定 那些东西是可以的 他们也会 责伦斯基在长达16分钟的视讯演说当中强调说 虽然说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跟澳洲的首都坎培 相距有15000公里 但是如果这样冲突升级为核战的威胁之下的话 澳洲也不会安全 现在澳洲的媒体是澳洲的金融评论报就报道说 泽伦斯基他同时间是在没有点名中国大陆的情况之下 表示说如果现在各国都不追究俄罗斯的责任的话 那么世界上其他有一些国家也会对邻国发起类似的战争 他认为说他们也会觉得说 自己可以做到跟俄罗斯一样的事情 而现在俄乌战争之后 其实美国国内的燃料价格是持续居高不下 总统拜登现在已经下令要释出战略的除油 他形容说这项的举措是空前的 而且可以减轻民众的痛苦 另外他也提到说俄罗斯总统普丁可能真的是有把一些幕僚给软禁在家中 来听一下拜登的说法 拜登他同時間也提到了俄乌的局勢 对于说莫斯科宣称说 减少在乌克兰部分区域的军事部署 他是保持着怀疑的态度 另外拜登也说 普丁似乎真的是把自己给隔离起来 也把幕僚给软禁在家中 但是他同时也强调说 目前还没有太多的证据 而拜登现在宣布要释出 史上最大规模的战略厨油 并要求石油公司要加强钻井 来提高供应量 国际油价是随之大跌 纽约商品交易所 西德州的终极原油 5月的交割价下跌了 7.54美元或7% 来到每桶是100.28美元 伦敦的布兰特原油 5月交割价下滑了 5.54美元或4.8% 来到每桶107.91美元 而现在俄乌战士 550点 而费城的半导力指数是重挫了2.27% 创下每股两年来最大的季度跌幅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 这台水神生成机呢 它只有一个饮水机的大嫂 广望水神生成机呢 让防疫日常变得更方便 更安心 水神生成机在哪里买呢 来 中天的观众朋友 粉丝朋友们 你们独家享有这个好汤 请你上快点购 数量有限 你要买一条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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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